和万关节的局部病症 此外老年人强壮宝剑也用此法 九擦法 用单指和手掌大小余剂 和掌根部的一定部位 扶着一手的一定部位 紧贴皮肤做直线的 往復的直线摩擦 具有行气活血 通筋散寒 温序补一的作用 只要提高局部温度 促进血液循环 适合于手指 手掌和手指顺骨骼的部位 多用于慢性脑损 肌肉的麻痹 风湿痛痛 操作时 医生的万关节要自然伸直 前臂与手平行 来回欲动 注意力轻而不服 节奏迅速才能达到效果 十 摩法 以手掌和手指的贴附于手部的一定部位 做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摩擦 此法轻柔和缓 具有散血活血作用 消肿止痛 温庆通落 可用于重手法或放松调整 适合于手部相对开快的部位 老年病慢性病虚寒者症可以使用 操作时 肩部要尽量放松 肘部微曲 手指自然伸直 贴附于手部 和缓协调的做 弯转运动 频率在每分钟100次左右 感冒 感冒是常见病 多发于冬春二剂 气温座变而引起 轻者成为伤风 重者成为实性感冒 现代医学所论及的上呼吸道感染和支气管炎 常属于此类疾病 感冒的发病因素 主要是由于体力下降或体质虚弱 外感风寒邪气 而致使内味时和废弃时宣所致 感冒的分型及常见症状 风寒型主要的症状是 入寒 发热 头痛 无汗 咳嗽 风热型的症状特点 入寒 发热 汗出 咽痛 口干 属实型的发病症状 发热 发热 汗出 头痛 无骨 口渴 不欲饮 反冒的手部按摩方法 一 点穴 用拇指的纸端 掐线 颌骨 鱼剂 太渊 伤央 头躯 肺心去中 每个穴位一到三分钟 二 按揉反射区 用拇指和中指指腹 吸定部位 足以在肺区 鼻区 进行按摩治疗 每个部位二十到三十次 三 按压指甲两侧 用拇指和食指按压指甲两侧 持续五到十秒钟 然后放松 一松 一按 反复五刀七遍 有退热作用 四 擦掌 用掌根和鱼剂部 摩擦患者的手心 每次做五到十遍 以温热为好 咳嗽 咳嗽是呼吸一种疾病的 常见症状之一 有声无痰为止咳 有痰无声为止嗽 咳嗽常分为 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 它包括现代医学的 脂气管炎 上呼吸道管展 脂气管扩张 肺结核等 根据咳嗽的特点 可把咳嗽分为 风寒咳嗽 主要是咳嗽 喉咙发痒 弹息耳薄 伴有物寒和发热 弹食请废 弹 粘稠 不易咳出 胸邪胀满 纳嗽 阴须 火旺形咳嗽 主要是 干咳 少痰 五心 烦 面斥 咳嗽 以午后和夜间为重 木火行精和 干气 泛肺引起的咳嗽 主要是 咳嗽 但有胸邪胀痛 纳嗽 好